早安 早安 今天天氣很漂亮 沒錯 維港的景色真是很漂亮 看極都不見 是的 招哥 其實在不同的天氣和時段 維港的面貌都不同 我覺得就像香港的發展 在不同階段有不同階段的優勢 特點和要面對的挑戰和問題 我們不怕挑戰或困難 當市民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面對問題 幫市民解決 在解決的期間 可能就好像風雨來了 海面未必平靜 但當我們幫市民解決問題之後 太陽又出來了 海面又回復平靜 就好像維港一樣 現在很漂亮 其實講到直接面對問題 我們見到這屆政府 就完成了很多 過去這麼多屆政府都未能完成的任務 有人形容就是成風破浪 超哥你自己怎麼看 你最大的感受是甚麼 責任重大 但是使命光榮 要無私地全力做好這個使命 這兩年 我們走出了疫情 全面通關 我們完成了基本法 第23條本地立法的憲制責任 完成了歷史使命 我們完善了地區治理 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全港十八區成立關外隊幫助市民 我們積極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我們直視劏房問題 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 公屋輪候時間 六年封頂 隨著簡約公屋 公屋提前上樓計劃等順利推展 輪候公屋的時間 在2026、2027年度 會降至4.5年 我們提出精準扶貧 多項措施陸續見效 我們聽到香港生育率 不斷下降的意見 我們改變過往政府 不干預政策 最最鼓勵生育的組合權 我們關注勞工權益 最低工資由兩年一檢 改為一年一檢 我們為樓市設立 樓宇買賣登記大幅回息 樓市穩定發展 我們大規模招商引財引資 香港人口較2022年 增加了超過15萬 我們在18區舉辦 日夜都彬分活動 今年有近200多項的城市舉行 我感謝中央支持 增加10個個人遊城市 今年第一季訪港旅行 按年增加1.5倍 我和施局長 積極出訪不同的地方 全方位說好香港故事 政府的團隊就好像一隻船 大家要團結 理念一次 方向要正確 而且不斷增加前進動力 這樣才可以提速提效 不斷向前推進 我回顧兩年 其實我們做事 就是要創新求變 不斷想新方法去解決問題 好的事就是繼續保持 創新都要與時並進 就好像我們現在坐天星小輪 其實最早只是接貨香港島 和九龍半島的交通工具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 現在已經成為了獨特的風景線 市民和遊客都很歡迎 是的 所以我經常說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當然政府在多方不會努力 政府會做好導演和搭台的角色 創造機緣給我們不同的業界 但業界的經營者和作業者 也要演好自己的角色 不斷求變創新 這樣我們大家努力 香港就可以演出一幕 又一幕更精彩的成績 在中文中都能在哪四面 最好有的 在中文中都要選擇 在中文中都會在中文中 你不斷求